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势变化的具体方法的一个部分 通过改变解体来改变取势的具体的几种方法 疏密的变化 连重的变化 今天我们接着讲第三 第三是通过变化虚实 也就是变化不白来变化取势 所谓不白或者说虚实 指的是在进行解体取势的时候 主要是解体的时候 如何来安排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空当 有笔画的地方是实实在在的 有一个黑的笔道 那是实的 没有笔画的地方是空的 是空白的 所以也可以说是虚的 所以 这个不白 实际上是处理虚实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叫做变化虚实 通过虚实的变化 可以改变一个字的体式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不白 也就是强调虚实 因为古人经常讲 在绘画里头 在书法里头 经常讲到同样一个词 那就是说 记白当黑 记白当黑 白就是没有点画的空当 黑就是有笔画的所在 就是说 在解体取势的时候 既要看到有笔画实在的地方 同时也要看到 没有笔画的空白之处 就所谓的 在这些体式设计的时候 要把这个 要从两个角度来观察 一个从实的角度 一个从虚的角度来观察 所以叫做记白当黑 或者说 以虚为实 或者说 以虚为实 所谓以虚为实 就是说 在观察的时候 在设计的时候 没有笔画的空当处 你也要给它看成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因为这个虚的地方 我们是可以给我们 提供另外一个角度 来观察点画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因为解体取势实际上是处理 点画与点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那么 在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 一个角度 就是从实实在在的 一点一画的 这个笔道来观察 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从他们之间形成的空板 来观察 这两个板 角度一结合起来 这样就可以 让我们能够准确地来把握 这个笔画的具体的艺术处理 所以这个既白当黑 以虚为实 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 在解体取势的时候 多了一个虚的 那么一个角度 是吧 来观察 因为通过这个虚这个角度来观察 我们可以从这么一个角度 看到点画与点画之间 和部件与部件之间的 他们的各种关系 比方说 我们前面讲过的 他们的疏密关系 他们的脸重关系 还有后边我们要讲到的 什么相背关系 这个开河关系 等等等等 所以 古人在讲绘画 讲书法的时候 有些时候非常强调 这个笔白的问题的原因就在这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看 古人 这个在处理这个笔白的时候 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考虑 纪念的念字 这个念字 它属于这个 上下结构的形式 那么这所有的点画 在汉字使用书写里头 他们的分布 可以采用这个 间隔距离这个等军的办法来分布 可是呢 我们看 这两个字 在古代书架的笔下 他们不采用这样一种 平均分配的办法 他们把这个点画分成小组 然后呢 一个小组内部 这个笔画比较紧密 而这个一组和另一组之间呢 留下比较大的空白 你看第一个 中间那两个短横的上面那一块 有个比较大的空白 两个短横 就是第三笔和第四笔之间 很小的空白 可是到了 底下三点练写形成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一组 和中间的两个短横 那一组之间 又有比较大的空白 我们从实的那个角度来观察的话 从实实在在的笔画 那个角度来观察 你很容易就看出来 这个字实际上是分成三 等于说分成三段来写的 它就打破了那种绝对均匀的那种格局 那么第二个处理的办法 它是把这个字所有的笔画分成两个部分 分成两个组 铁和钠是一组 剩下的笔画是一组 剩下的笔画你看 它们的笔画之间的分布 那个间铁和针距离 差不多是均等的 但是两组之间 可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空白 这样呢 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已经用了另外一个方法 那改变了这个字的内部结构 点画与点画之间那种均衡的 布白的格局 又使这个字的体式呢 变了一个样 那就是说同样是利用布白的变化 由于具体变化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字的体式和第二个字的体式 它就呈现出一个很大的区别来 而作为文字符号的写法 两个字可是一样的 这个可见 改变布白 是可以达到改变体式的目的的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 就是让大家在解体取式的时候 不光是要看到实实在在的 注意到实实在在的点画 不仅要注意实实在在的点画 同时也要注意点画与点画之间 所形成的空白处 它的空白的大小 空白的形状 以及这一块空白和那一块空白之间 是吧 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 然后通过这一半 然后再回过去 再来看 这个实在的笔画 实实在的笔画 是怎么样用来安排更好 也就是说我们从虚实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字的解体取式 才是最周密的 才容易实现我们这个头脑中 这个意在笔下 事先设计好的那个体式 这是第三个具体的方法 就是通过变化布白 通过变化虚实 来变化体式 第四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 就是通过变化开合关系 来变化取式 来变化取式 那么什么是开合呢 所谓开合 是指的在解体的时候 两个点化之间 是吧 形成的 一边比较窄 一边比较宽的 这样一种格局 那么 两 那有一头里都比较近的 那我们把它叫做合 就是合拢 这个离得比较宽的那头 我们叫开 我们前面讲过用笔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讲过 童话要变态 是吧 不仅要变态 他们的趋势 还不能形成平行线 那么既然不能形成平行线 那么它就有一头 两边就要离得近 有一头呢 就要离得宽 它自然就形成 开合的关系 那么 这种开合关系 也是我们在 解体取式 和变化取式的时候 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三川的川 可以这样 你看古人经常是这样写 这个大家看出来了没有 这三个笔画 它们之间有一种开合关系 当我写完了以后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写法 你看到古人经常还这样写 你看 是吧 这个开合关系主要是指的这个 是这一个笔画和这个笔画之间 是吧 从它的延长线看 是吧 这个字呢 这个字延长线呢 是这样的 你看 这个字延长线是这样的 那么很明显 这个字这个趋向是 上面是和底下是开 底下是喇叭口 是吧 这个更明显 是吧 这个字 这个笔画的趋向是站这边 那么同样的道理 你看 这个字它为什么要向这边拐个弯呢 是吧 单写这个川字可以这样写 把这个川字带到合体字节 还可以这样来处理 那么 这里就是 就是让它改变这个 这个上和下开的关系 更明显 这个字呢 不用说 它们的延长线 是不是 它们的延长线 都是两两形成 都是上开下和的格局 这两个字呢 都是上和下开的格局 所以 你从这个简单的 一个川字我们可以看出来 你是可以通过 变化两两之间的开合关系来变化提示 我们在看 你比方说这个心字 是不是 这个心字 你看两个部件 左边的部件和右边的部件 两个部件之间 你看 形成了上开下合 是吧 这个呢 很明显的是 上面 离得近 底下离得 比较 间隔距离比较大 所以 也是一种上和下开 那么这两个盒子 一样 你看 两个 单立人和这个壳 上面宽 底下窄 这个呢 是上面窄 底下宽 那么这就是处理两个部件 是吧 两个笔画之间可以形成开合关系 那么两个部件之间也可以形成开合关系 开合关系的不同 开合的大小的不同 开合度啊 这个大小的不同 都可以使体式产生很大的变化 这个理字在这里 我们说啊 主要是讲 同样的一种开合关系 由于这个开合度的不一样 是吧 那么 它的结果啊 也不一样 还有一点 要请朋友们注意的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书法曲式里头的开合啊 它并不是 那个几何图形里头 那个机械的那个开合 是吧 它是一种开合呢 它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同时呢 在具体处理的时候 还经常是 是吧 开中有合 合中有开 就是说 在开的那一端 哎 由于点化的巧妙的处理 它又孕育着合 而在合那边呢 也可能就 包含着开 所以这艺术的处理 它和机械的处理 是不一样的 它往往在这里头 是一 暗含有这个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样一个 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当然这里头可能 跟它有点关系 而是指的 整个字体式的外部轮廓 它所显现出来的 呈方歌 还是呈这个 这个圆传 也就是说 这个字的外部轮廓 是比较方的 还是比较这个 成一种圆的形状 那么 一个字在解体的时候 它的外部轮廓 呈方形 还是呈圆形 就是趋向于方形 还是趋向于圆形 那么 在具体体现里头 它主要是从这个 这个字的 左右两边 有没有纵向的笔画 来决定的 上面这个圆子 给我们的感觉 比较趋向于方 呈现成方形呢 主要是两边的 这个从围的这些字 就两边的这个竖画 就相对来说比较直 当然我们讲过 这没有绝对的直 那么 底下这个圆字呢 给我们呈现是一种圆形 那是主要的两边的 纵向的笔画呢 明显的成为圆弧形 再加上 再写这个第二笔的 这个横折的横的那一部分 它也给它处理成 圆弧形 那么就更加加重了 这个字啊 整体成 成于圆形的 这样一个格局 那么凡是 这个在这个字里头 凡是有 三面包围 四面包围 这样的字 或者是呢 哪怕就是两面 两面相对应的 有比较长的 纵向笔画的这些字 都很容易通过 左右两边 纵向笔画 是否处理成圆弧形 来改变啊 这个字的外部轮廓的 成方或者是成圆的格局 这个大家注意看 这个左下角这个得子 你看这个字 这外部轮廓 跟那个第二个成圆形 那个圆子 几乎圆的一样 那它怎么呈现得出来的呢 你看看 它主要是 左边 省变成一点 加一竖钩 这一竖钩 这一竖呢 写着一个很明显的圆弧形 那么这边这个 上面那个部件 和下面那个寸子 这个部件 也做相应的处理 所以这个字啊 显得圆形 那么中间这两个呢 你看它不是 这样来处理 所以 它就 给我们的形成 给我们的印象是方格之形 它显得比较挺拔 而最右边这一个 那是在方圆之间 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来呀 所谓方圆 主要是从外部轮廓来看 是呈现出是方的形态 还是圆的形态 第二个我们要 要知道的 要注意的 就是说 这种外部轮廓的方 或者是圆 在审美情绪上的 很不一样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吧 成方形的字 往往显得比较挺拔 比较有力 是吧 这个精神呢 是外露的 而成 原式的这样一种提示呢 正好相反 它显得比较含蓄 比较圆润 是吧 当然 如果你处理的过分了 它也显得非常的圆滑 所以我 既然这个审美情绪 有这两个截然的不同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那个度 当你取方式的时候 是吧 你就不能让它四个角啊 露得太多 方方正正 见轮见角 这有点过分 当你取原式的时候 又不移 真是给它成理成 像个汤圆一样 像个圆球 完全像一个圆球一样 那有过于的圆滑 那么这一种取原还是取方 在章法里头 那就更应该注意了 那不能一味的方 也不能一味的圆 是不是啊 那往往是方 取方的和取原里头 有所掺杀 所以在具体变化的时候 最好的 应该是这样的 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或者你以方为主 方中有缘 或者是 以缘为主 缘中有方 就是要避免 绝对的 方和绝对的圆 这个 以后同志们 在这个朋友们 在临贴的时候 要注意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 古人利用 变化方圆来 变化取式 经常在一些 细腻的地方 他们是怎么样处理的 这是 第五个方法